就在新冠病毒疫情在世界多国肆虐时 同样受到冲击的韩国对于疫情的遏制得到了外界普遍的赞扬 韩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从2月29日发布的909例的峰值 大幅下降至3月25日的100例 此前连续三天更是回落至两位数 截至25日韩国新冠病例确诊总数为9137例 平均病死率为1.38% 韩国抗击新冠疫情的模式已经被一些人视为范例 那么韩国应对疫情的做法有哪些成功之处 其他国家是否可以模仿所谓的韩国模式 今天的热点快评我们邀请到韩国市中研究所 安全战略研究室研究委员郑宰星博士 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他的看法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最成功的地方是可能 韩国民众对这个社会的那个意识方面的那种数字比较高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疫情爆发之后 他们可能一般韩国民众对这个非常积极的配合 这是那个疫情防控方面的合作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韩国这是可能成功的 还是最根本的主要成功的原因之一吧 就是说我简单说呢 因为很多国家现在采取的是政府主导 做一些什么封锁城市啊 封锁什么很多那个场所什么这样 但是呢如果没有国民积极配合 没有国民的数字达不到的话 这个没有什么有效这个事实 但是呢韩国的韩国这个国民的那个意识数字 我来说还是比较高 所以川普发布这个命令之后 韩国这个国民他们要积极配合 或者是积极要措施这个所谓这个 这种行动来这个防控这个疫情方面的 这个合作或者是配合 所以这样的话韩国很快没有那么 这个其他国家一样 那个满面这个疫情的扩散 韩国政府的做法是可能他们采取的行动 很很比如说很很怎么说很果断的要措施 就是说他这个疫情爆发之后 韩国要这个成立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 那种一种形状的一种机构来 总统还有总理他主导来那个 那个促进所谓那种疫情防控这方面的一些措施 所以可能政府方面非常要 缩短的事件内他要进行 那个一系列的一些这个这方面的一些政策措施 或者是有关这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行政任务 或者是最近韩国还是要 又开始说这个保持社会 社会基地这种行动 或者一些纲年 这就是可能韩国政府他所做的 有些是一个成功的可能这个案 这个有些做法 我个人觉得这不是一个 政府可能主导是有些东西是可以能 政府主导但是有些如果没有国民 他没有积极配偶或者是没有国民 没有这样的这么去做的话 他可能也达不到这么好的效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